大家好我是坦克老师 今天呢我又会为大家直播这个教学 到底是什么教学呢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两个apps 什么apps呢也是由谁apps 尤其是三岁以上到八岁的 这些小孩呢他们是属于应该要 从玩的开始玩的时候呢 是有同时有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这个概念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apps 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找一些apps很适合 然后又不会有很多问题的 然后是非常合格的那一种 所以就过了一番审核过后 我们发现这两个apps其中这两个apps 是来自美国了 很适合给三岁到八岁 他里面有写过很适合三岁到八岁的小孩来使用的 在游玩的同时他们是可以做到一些学习 一些教育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很recommend大家家长们可以去使用 先使用了过后然后再让你的你的小孩去玩 OK 话不多说了 让我来介绍第一个apps给大家 第一个apps的名字就叫做puzzle kits 好大家会看到这个时候呢 会是一个puzzle kits的那一个画面 你当你按进去的时候他就会第一个画面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他会有四个选择 第一个呢就是drag pictures 好看进去我们看看 OK我们看看啊 好第一个的玩法呢就是很简单 就是让小孩去做一些润石 就是你会看到这些形状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好像第一个这个是骆驼嘛 就会他叫叫他盘子拉过去就可以了 好很简单的玩法 好这个是很适合我今天是适合三岁四岁五岁 这样的小孩去玩的 OK 好他一玩了 好你看看右下角的一个简头 你按过去 就会到下一关 你看看这个这个狮子在那边好 这个狮子他的吉祥物 OK还有一个小肚子哦 OK好 好接下来呢我就会看 就是一样的你会一直玩 你怎么会拉过进去 OK好 第一个示范我给你们看的就是这样子 他的玩法就是这样很简单 当然他还有一些特别的 你看他一玩了哦 好像你连对了两题 他就会呃称赞你good job 啊OK 他再按下一题 OK我先做一个五题给大家看 其实提过他会有一个东西哦 给一个旌旗给你们 所以我先快快做完这五题 给大家看看 好 接下来就是第四题了哦 对 那这个吗 很好说 好也就很简单哎 嗯 OK这是给上碎的哦 啊看到吗 到第五题他一直回答完过后 他就可以给你的小孩去收集这个 sticker 哎 这个呢你可以让他自己选啊 他要这个棒球呢 还是要这个气球 还是要赌球 还是要这个东西 还是要这个东西 种种的让他自己选 他喜欢的按着拉扇器 放在这个sticker就可以了 他就会点在那边啊 这个sticker是他collect下来的 然后再按下一题 然后collect多多多 因为小孩子他们通常这样的东西 他们蛮喜欢的 他们喜欢这样的sticker sticker的东西 所以只是好像我们平时有时在单上都会玩这样的东西 但是好像现在是被备数码化的情形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省下这一个 先去买这些sticker给你的小孩 嗯 OK好 然后呢你看啊 他这个推出也做的很 这个这个apps他其实做的蛮细致的 就是说他这个打叉呢 他也做成哦 他是要用拉的方式才可以取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小孩子有时要关掉这个 这个在玩的时候 他不小心看到这个打叉是不是会退出 这样如果他今天做成拉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容易 就不小心一碰到那个打叉就会退出 嗯 所以 所以如果他想要取消的话 你可以教他怎么去关掉这一个 啊 这一个 那个part要怎样关掉 就是你叫他按这个打叉 拉过去 佛手边 他就会关掉了 然后呢 然后他再 还有其余的还有三个 然后示范第二个 这就是说shed shed 就让小孩去认识那个形状 然后做一些parts ok 好 一开始呢 他会教他怎么做先 然后第二题开始 他不会在教的时候 其实他会教你怎样去玩 对 他就叫你把这个蚂蚁的脸拿过去 好 好 他身体 可以 脚 好 好 回答对了 他就会 告诉他 这个是and ok 上面会有个名字 所以你可以教他怎么读啦 其实他有音有声音的 我就是声音 表开很大 因为一下你们听到这个声音 就听不到我声音 所以你们可以听到他其实会告诉他 这个是and ok 一样的 当你会他对五题了之后呢 他会呃 他会呃 他就会呈现那一个给他collect 那个sticker的那一个那一个画面 ok 然后呢 他这这四个 这四个这个 这个四个东西的玩法呢 他也是一个比一个难的 就是可能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个对 第一个可能是适合三岁四岁 然后第二就是四岁五岁了 第三就是六岁七岁这样子 慢慢越来越难的一个玩法 所以现在我试的是第二个二男的玩法 这是什么 这是蝙蝠 他一拉完之后 他又再会出现 太高了 这个是back 就是英文的 ok 但是来自美国的 这个回答的 其实就会有seeker 因为可能他难度就有 所以我要喜欢poccon 放这个poccon 这个玩法就 这么简单 ok 我们再倒回去 ok 然后推出 拿过去 ok 好 那我来再讲多一个东西 就是 你看看这个正面 在我介绍第三跟第四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 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车会有一个more apps 你看着他三秒 这会出现 这个同一公司 他有制造一些还有一些类似 像个教育的一个游戏给大家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 你可以去寻找看 如果适合 你自己试完了 你觉得不错的话 你也可以 啊 倒落下来 让你的小孩去玩 而且都是免费的 然后你可以看这边 他的左上角 这里会写一个 wide experience 你按进去的时候呢 他会跟你解释 为什么他是免费 然后又没有那个 就是没有广告的 所以他在这边会跟你讲了 然后你可以做sharing everything 所以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公司 他是真的是为我们现在的小孩 老想就是他不做任何apps 他不做过很高 然后然后就是免费 是不需要付费的情形下 让大家去让你的小孩去做一个这样的学习 好 好 所以呢 然后我们看左下角好了 然后我们看右下角 你会看到一个礼物盒 这个礼物盒呢 是在你玩了 后 你有collect 就是collect那一个sticker 之后呢 他才会有的 这一个东西 所以你一按下去呢 一按这个礼物呢 你就会看到你 刚才所收集的那一个sticker 在里面 他其实是除了sticker 他也是有toys 还有stamp 还有分三种 ok 所以可能他一玩一生的时候 他就会有不同的东西送给这个你的小孩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这个右下角就是setting 等下setting我会告诉他是什么 他setting也是蛮对不对的 ok 我们先讲第三个就是picture mystery 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蚂蚁 ok 你看看下我们第二个玩法就是 可以看到蚂蚁的眼睛还有身体的那个真实的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第三个level呢 他就是没有眼睛 然后没有真实的那一个动物的那个 那个feature 就是他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就是以那种形状颜色的情形来 让你小孩去分析颜色跟形状 ok 所以他也是一开始会教你想去把这个 啊 教你怎么玩啊 就是把你的那个形状给配好就对了 这个就是让你小孩去认识形状 好 就刚才那个第二个就是认识形状的同时 认识那个动物的样子 那你看配好过还是会恢复那个动物的样子 给那个小孩看说 那你现在所装好的这个是蚂蚁的形状 ok 好 好 一按那小孩留在身边 那是good job ok 好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蝙蝠 但是我们大人一看就总是蝙蝠的 给小孩的话 他需要可能如果他没呃 他们还需要时间去呃 做这种辨识哦 ok 他一一转好过他就会告诉他这个是蝙蝠 嗯 看到吗 this is bad 他会告诉他了 好 那 next 看了 看这个时候回到了 他就会可以收集那个 一个 我想这个蛋蛋 嗯 嗯 看了这个是什么 他也不懂吗 他就只好先钻好了 过后才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嗯啊 看了这是蜜蜂叫b 给他也是会叫他讲读 这个是b ok 好 这个程式啊 当他被制造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公司他们的m就是有有三个 最主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让小孩学会怎么去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决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focus他们的concentration 就是他们的那个专注力 就是为了他们专注到他们在玩的同时他们做一些学习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的那个逻辑思考 ok 他们就是m这三个来 来呃 来做出他们这些的程式出来让你的小孩去学习的哦 好 好 我来介绍最后一个这个第四个的那一个玩法 zik store plaza ok 这个就是我们大人常爱玩的就是那种拼图了 ok 选一个来给大家看看他是怎么玩哦 ok 我先说的是ok 在这个左下角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拼图哦 按着他三秒 他就会出现这一个 嗯 这一个选择就是说让你可以去选择说要跟你看你的小孩到底多少年纪 你可以给他学怎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有四个拼图给他 你按四的话他就会有四个而已 你再按多一次你再选 这个就是show image 就是让他可以看到一个很浅的很浅的那个图画在那边 然后呢那个线条你可以选择不要hide那个线条 就把它够拿掉 好了之后你再按打叉 他就可以把这个图画就是你所做的setting给他 然后让他去玩 可以玩到慢慢的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可以可以掌握的比较好了 还是要慢慢加难度给你的小孩啊 ok 所以 所以刚才可以呃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按开先 一回到ID就有sticker ok大家就可以我再按着那一个 左下角哪一个东西 按着ok你会看到如果你要加多一点爬着的话 最多是到36 ok 最低是4个 所以我加多一点 可能我加到9个 按9个 然后我再 如果我想要再 呃 再给你的小孩 加一点难度的话 比如说我把那个 image拿掉 我线条在里面给他 ok 线条我当然给他 但是image拿掉 然后就 就给他讲去玩 可以 所以你看 还可以 哇 嗯 哇 找到一辆车咯 嗯 ok 好 下一题你看啊 我现在再把那个难度 再调深一点 ok 你的你可以把那一个 线条拿掉 现在有线条 没有的话其实也是有难度 如果你想要把线条 呃 拿掉然后你把那个image show 给他看 线条拿掉 你没说给他看 这样子会容易一点 刚才好像只是线条 然后没有图画其实是 比较难的 所以 你看你的小孩的程度 当然 再慢慢的加难度 给他 ok 这个有图画的会比较容易 ok 我玩这个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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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pick a stand 哦 我的这个 机球 啊就可以 stamp了这样 Q 哎 好 接下来呢 ok 对这个第一个app呢 我就差不多介绍完了 但是还有一个更更特别的东西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哦 你会呢 看他这个 回去home的时候 你看到右下角 你会看到一个setting 这个setting呢 只有家长可以进入哦 就是让家长去介入进去的 那你就更正他的那个密码按 3 9 ok这个setting很特别的就是哦 我看到他一个最特别的东西其他的 OK 声音那些那些 ok 他会知道 啊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 你看到一个 bip report card 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看你的小孩 他当时就是他玩完了过后 你可以检查看看他到底玩的那个过程是怎样 就比如说他刚才呃 做完这个发生的时间用了多长时间 然后他到底是几个他这个 真的是很好的 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的小孩就是让你在可能不需要一直看着他怎么玩的同时 然后你过后再那样检查他到底玩了什么样的东西 这样看这样你就知道你的小孩到底学到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是非常精致的一个一个setting 就是每个游戏都有的 看一个东西这么久就说完 ok 看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你要让你的小孩学哪一个 就好像说你现在已经知道就说怕的是很难的嘛 你要让他学第一个而已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 其他的安掉 这个勾安掉了 剩一个给他 你他玩了过后 你看啊 你会看到你的那个空 那边只有一个选择 你不要让他玩其他 因为你又觉得他其他应该是暂时玩不到 让他focus 让他装住在一个线 那你就把其他关掉过后 你就让他 他玩一个就好 让他觉得他ok了 你觉得他不错了 很好了 适合在玩死 玩下一个level 才让他去玩 ok 才打开回给他 ok 这个s的名字叫做 mat kids 就是for数学的小孩使用的 ok 就是让他学小 学这个数学 我介绍第二个s给大家看 这个s的名字叫做 mat kids 就是for 这数学呢 他要总共有八个玩法 八个玩法 这八个玩法呢 其实你看起来 他其实只有 最主要只有加减而已 ok 是没有成熟啊 只有加减 ok 然后到底是什么 所以让我示范给大家 你看 他第一个s counting 就让 这个是让最小 应该是让最小的小 就是叫他讲去算 这个东西 怎么算呢 你看啊 这个东西你可以让他去点这些床 你点啊 他就会出现一个1 点第二个 出现一个2 点3 点多一个他点4 诶 诶 诶 你觉得这个是是最像哪一个字 就让他的小孩去去辨识 这个东西 然后第一题 他通常就会教他怎么讲 怎么回答 就是会教他把这个数字拉过去 诶 叫我就拉过去放 然后对了 他就会对了for books 他也会跟他讲 这个是books 就for books ok好 下一题 啊一样的 他的方法 就让他去点 让他去点 因为很小 他们通常就要算 1 2 3 3了完了 就答案是哪一个呢 就让他去看 这个3 最像是哪一个字 上面这个3 所以你要叫他按着这个3 然后拉过去 放在答案那边 然后最后他就来告诉他3 就是他让他知道这个是best就是那个床 Good job ok 他卡顿也是会吸引你的小孩的哦 其实蛮不错的 ok这个是最简单的1 2 ok然后就按2进去 嗯 一样的这个app是同一个公司的 呃制作的 所以他的那个 你会看到他整个整个的做法呢 是跟刚才我所见到的那个puzzle kits 是 呃 一样的那个那个concept 他会他会回答的时候呢 他也是会可以给你collect那些sticker啊 stamp还有那个toys kap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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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回到第5题就会有sticker 看到吗 也是一样的东西 可以让你可以collect sticker 好 第一个示范就是这样 第一个是是叫你的小儿讲去算 ok 接下来我让我来看 也是让他关闭也这样这样拉过去哦 好第二个呢 就是compact 你去右边这一个compact 就叫小儿讲去做一些他比较 这个比较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他会教他怎么去玩哦 就是你看啊 他也可以比他去算 你可以去点那个球 一二二三 三四 五 让他去算 然后你就叫他算另外一边的颜色 这个红色是一二二三四 ok 那你就问他到底是哪里比较大 如果你觉得这一个五号比较大 对方就叫他说 哎 哪一个哪一个那个 这个五号是大过 右边 右边的 对 这样这个要另外讲他这个 对你要另外讲他这个 第一个这个就是大过 也是 哦 哎 嗯 好 我们进入下一题哦 看看有没有 哇 会到一起去 我记得他应该是总统计的 就讲你不管你从哪里玩起 只要你玩到第几题 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好 也是要看他的难度 如果你的难度 呃 比较难的话 他就可能会比较快得到那一个 那个东西 那个 那一个 呃 OK 这样我们就一 然后另外一边是五嘛 这样你就会跟他讲 那一个是小过 小过是这一个 嗯 就让他去认识这些符号咯 哎 熟悉了过后 他们在你才让他们进入 呃 越来越难的 ok 好 现在这个我就 就进入下一个 嗯 下一个呢 就是anding puzzle 就是属于dr的那一个玩法 然后他就会教你 ok 这个该怎么玩呢 他就是好像塔子一样 他的字也是前前带在那边 就是让你的小孩去跟着字体装 先让他们认识这个方程时间 就是一加二等于三 这个方程式的那一个 那一个模型先 他们可能很小的 他们只是认识那个形状 还没有先认识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让他们先认识这一个模型 这个popular的那一个跑法先 ok 一 二 等你三 是一样东西 那颜色不一样 ok ok 好我就进入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 是 ok 我现在不不示范 右边的 因为右边跟左边的分别 就在于说 一个是加的 一个是减的 ok 所以我现在只是示范 右边的就好了 可是他其实他的玩法是一样的 只是他的那个 分别就在于加减而已 ok 所以我现在示范第三个ending fun ending fun 就是ok 他现在不只是数字而已 他现在是开始有一些东西给他看 所以让他去算说 哎 到底二 这样让他去算一 二 三 四 二加二等于几 就等于四 ok 嗯 就让他去算 这个是第二个字 比较不一样 就是 看下那个我们看的是 他是爬着 然后另外就是他又是啊 只是数字而已 然后是没有图画的 这个的这个 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他有图画 加上数字 ok ok 我让我来示范下一个 ok 然后一一玩完呢 这个element 最后一个就是quiz 他会越来越难的意思 一样拿越上面越简单 越下面就越难 ok 这个难度就是他是没有图画 只是号码 然后是不是爬着了 这个是真的要他去算 ok 那第一个你们呃 第二个人要看到就是 他们是啊 只是想爬着你转上去吧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最后一个是最难的就是说 呃 他们就是要让他们真的是用手去算 就是自己去想去算 说四加一代等于多少 想第一题呢 他会跟你讲答案 那底开始他就会告诉你答案了 就要让你的想去想 所以通常这个quiz呢 是最好是让他这次啊 前面那三关都过了啊 很顺利的时候 才慢慢让他进入这一边 希望不要让他立刻进入这边哦 会会让到他等下 他觉得很困难的话 他就不玩了 他就不学了 所以小孩子通常是要慢慢的去教他 慢慢的帮他从完的开始 ok 所以 第四个就是这样哦 好了一样的你看他左下角也是 因为会有一个礼物盒 就会可以检查他到底收集了多少个 stingers 多少个toys 多少个stand 可以我们到位去 这个也是一样你按这个左下角 会有一个setting哦 按了这一个东西 也是一样你可以set 然后你还可以检查report 也是一样跟刚才因为他是同一公司制作的 他也是可以检查report 就是检查你的小孩今天到底回答了什么 他对了几多 他到底尝试了多少次 他到底有没有错过 他会有写给你哦 你看这边还有apps还有start 他那个就是家 因为姐刚才我没有做到 所以他只是做了家的话 你可以检查他到底今天在 这两个时间日期都写完给你看 所以你可以不需要一直待在他身边 这样子看着他玩 可以说可能在他在玩的时候 你可以做你的东西 可以做你的家务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合格的一个 一个apps给你的小孩去玩 跟学习哦 ok 所以第二个apps呢 其实我说真的就是 介绍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哦 所以 教学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subscribe 我们就是那个youtube youtube的那个名字叫dynabook 每人学你来subscribe我们的话 这里面是我们有任何教学 我们up上去的时候 他就会有 呃就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 然后另外你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 facebook的那一个page facebook page的话你只要打dynabook 就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我们 你就可以follow我们 然后我的updesk 你就可以看到 可以学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而且里面 所学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哦 你可以进去看看 可以自己观赏 ok 所以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